大家好 歡迎收看焦點視頻的社長閒運密碼 我就是閒運社長劉東林 在節目開始之前 誠意邀請大家去到我的個人Facebook專頁 看我的財經資訊和一些最近的玄學分析 我在錄音這一刻 恆指已經跌到16500點水平了 在節目開始之前 我亦都和大家坦誠 我已經入市了 看著你 市差不多11月就會彈上去 頗有信心 新年前 新年前後上升21000點 不是說沒機會的 就是明年3月之前 這一集是會和大家分享什麼呢 再一次多謝這個焦點視頻 令我有機會成為一個玄學家 向大家提供玄學服務 在這段日子 我真的發現了自己改變很多 還有 真的是開心的 為什麼會這麼開心 就是我很安慰 我不是一個 執業的玄學家 玄學只是我的興趣 所以我可以將這個興趣玩到極致 而不是收你幾千元 三十分鐘就趕你走 然後每個月幾十萬 我在彈指之間就找到了 所以 就是因為錢的緣故 我願意聽各位的故事 精益求精 根本上 都不是生意 我是感謝你們對我的信任 令到我有機會 讓我有機會 做這一集的節目 將我在短短一個多兩個月的 玄學生涯所見到的 所感受到的 告訴大家 當中有些靈異事件 都V11 當中有些很好笑的 亦有些很感人的 留意這一集吧 大家好 很快又要講一下 我這一集的體會了 臨開麥克風之前 焦點視頻 阿Mac就問我 喂 社長 你現在做完學家 做得這麼過癮 做得這麼開心 跟我之前做的事情 有什麼不同呢 未開始之前 都要看這個LD門 還沒想到叫什麼名字 我想 長期都會用這個LD門 這個Logo 下去了 也有不少的會員 問我 社長怎樣可以加入LD門 多謝你們這麼認真 我想一下 怎樣可以將LD門 發揚光大 回應一下 焦點視頻 阿Mac對我的問題 我就說 我感受到的 現在我去做一個原學家 向你們提供這個算命的服務 那種快樂的程度 那種開心的程度 是比我做正常生意多 就是 媒體 教人炒東西 或者資金 市場 股票上的運作 那這個呢 始終都是我的本業 但是一份職業 一份的生意 有使命感的 對社會 對其他事情 都有一定的幫助 那麼多年來 為我帶來一個 挺不錯的 物質上的回報 起碼就 衣食無憂 但是 你說我是不是真的 可以很親切地感受到我自己 對社會有什麼貢獻 有什麼回報 有時候我都是會迷惘的 但是 在我過去這兩個月 做原學家的算命的過程裡面 我真的感受到各位對我支持 我都是很感動 我聽了很多的故事 當然 三個小時 真的不是容易的事 我不斷去用我自己的真材實料 在原學上面的一些草藝 八字 小小的奇門遁甲 小小的 都幾程度 幾多的紫微斗數 一些面相 掌相 一些星學上面的 神態上面的 念力上面 甚至乎是用到一些 下一集會講的人類圖 人類圖的一些知識 就用了下去 那 那個反映 給我的反映 是相當不錯的 那真是講足三個小時 如果我不是真的喜歡這件事 我寧願把那三個小時 打拼拼拼拼拼 一分鐘贏十萬 八萬 去談一個生意 之外 隨時可以做 即使我睡覺不好 或是我自己 炒一下旗子 都炒五 六萬回來 開箍下去而已 萬八點失手之後 閉上眼睛按 搞定 為什麼我願意用三個小時去分享大家的命運呢 去分析大家的命運呢 之前發生了什麼 現在面對什麼 將來可以怎樣塑造呢 真是獲益良多 我試過遇到一些被靈繞的客人 他已經找過不同的派別不同中派的師傅去處理 當然 心若還需心若依 我和他的交通裡面是一位女士來的 生得挺美女的 他就美美道來過去的故事 在那一刻我清楚知道我的靈魂 我的氣場和他的靈魂是連結到的 他說話有時候會用第二人身 第三人身去稱呼自己 他說我裡面那個不肯這樣做 社長 我裡面那個他不答應 他不想過我一位去問他 他就應該出了那一位去問他 他就說這就是我媽媽那裡 然後他大概回到他的 你會記住他 只是問他 那時候你跟他的和歌 他一起去問他 然後 他就追求過 走的時候是笑的 另外又有一位女士 她和我分享 當這位女士傳訊我的時候 她都說社長我最近很不開心 她過來問一些感情事 我一攤開八字就已經知道 她口中的男士做了些什麼 她的地段感情什麼時候會結束 什麼時候會有新的對象出現 我在玄學上的分析是幫到她的 最近她回饋給我 就已經處理了令她痛不欲生的那段感情 她也很樂觀地說 我現在做回自己 我也記得我算命的過程中 我遞了不少紙巾給她 她走出我的公司門口 她是笑著離開 這件事我也是很感動的 另外一位男士 她發生了一些事情 她無奈經歷一段身離死別 死了那個人 死了那個人 是她一個很重要的人 我在算命的途中 我的腦子是有畫面 是她那個 死了那個位置外 她不斷地給我一些訊息 我立即和她解決這個問題 關於一些宗教超渡的事情 有機會和大家分享 都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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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就是 我是和這個男士 走的時候 我是和她抱著哭 我是想不到我現在做這份神聖的工作 我覺得第一次 是有男士這樣去抱著我 代表一個感謝 一種啟發 一種鼓勵 我也很感動 因為我看到她的八字 其實是她的聰明人 她的成就可以很大 也很感謝上天 我也加她自己 加她這個焦點視頻 令到我可以接觸到她 她又有什麼緣分找到我 我就想如果她去做一些 心術不正的地方 就叫她跌十萬就十萬 跌五萬就五萬 你什麼都可以 入光了 我也感恩自己 玄學算命 是我的興趣 我不需要靠這件事 去維生 去生活 如果我是一個全職 全職執業的名師 算得一個就得一個 就當生意這樣做 那些客人我是沒有感情 正如我現在對那些IPO 那些沒得做IPO 那些project 其實是沒有感情的 在想風險回報 是嗎 蝕錢就剪掉了 賺錢就分了 生意永遠都會做完 那第二個project 那年復年復日 是賺到錢 利用那些錢 是建立了我人生應該要有的東西 譬如買樓 結婚 生意玉淚 有自己的生意 都是這些 她真真正正 另一個人 蘇醒 發奮 去做回她應該的事業 她也看到她之後 是由雲閒發光發熱 是真是非常開心 我亦都說過例子 就是說 無論你是做生意的也好 你是打工的也好 你都會有興趣 我們都會有興趣 我相信每個人 當發現了自己的興趣 和價值在哪裏 就會義無法反顧 將這件事 去玩到最精最厲害的 那我就是這個狀態 我不需要為五斗米折腰 所以我有時間 在玄學方面浸淫 我有時間了解大家 我有時間 去和大家走最難走的路 跟著去影響這個康莊的大道 我們不斷去創造可能性 這件事 我是衷心 在享受我現在的狀態 你說是不是很困身 很左 又不是的 因為我都 我一個月做六七單 一單 聊三個小時 都在我公司那裡聊 你說不累 是假的 累的 但我看到後來 你們在笑著走 多謝我 有些人寄了幾盒蠟燭給我 那些泰國法庫的蠟燭 有很多不同的禮物 我真的很感動 是開心的 因為做我這行 做金融佬 被人吵了十幾年 派貨 金融大樂 有些人真的與我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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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罵名 這些不開心的事 我透過玄學 找回自己 人都是有挫折的 有基本需要的 有賺錢的 我們是怎樣拿著一份正念 一份對人生向上的追求 一份執著 一起去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 根據大數法則 小宇宙原則 大宇宙原則 我們全部人都是一個整體 做好自己 服務了眼前那個 人人都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向前 今集就講到這裏 待一次多謝大家 大家要繼續支持我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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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